自从死门卡跟伊丽密卷削弱以后 你有多久没有在段位赛里面碰到这个忍者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目前这个死门卡的一个实战效果 对面这个是青年爱 一个技能拿前手 继续普攻稍微衔接一下 他如果提升我们先反向顶个熊猫 他故意也交通灵 那么一个技能拉出来 然后对着他直接开大 因为我如果不开大的话 这个地方不好衔接 先手就可能拿不到了 反正这个奥义打完以后可以接到技能 而且对方的提升还没有好 所以说我们先拉一波上海再说 如果只看死门卡的强度 他其实并不算弱 但你这个时候再去看段位赛里面 一些主流忍者都是一些离谱 或者是很强的忍者 那这个不算弱的死门卡肯定就没有人用了 他开了个密卷过来 我们先用第一段换一下 然后用第三段再过去拿到先手 但这样的话两个技能就进入到真空期 他提升马上要好 我们先用普攻稍微骗一下 他没有提升 那么再继续利用普攻的优势位移过去 刚好是可以灭状 他估计想过来拿先手 没想到我在那普攻 提升后一个技能 还交了个组合器 交不交通灵 不交通灵一个技能带走 他现在手里还有一个通灵 因为他之前打我牵手术间的时候 用了一个通灵 所以说我们通灵数量上占一定的优势 技能被他打断 没关系 我们手里有二段 有三段 然后衔接一下二技能放个组合器 他放了个密卷 又放了个通灵 最后一个通灵也交了 那么反手直接开大 在调整之前 这个死门卡OE是可以吸附霸体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可以反手直接开大 接技能 而且那个时候二技能CD时间也有优势 现在这两个地方都削弱了 并且一技能天驱也削弱了 所以目前死门卡的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虽然他的一技能三段天驱强度还是有的 而且叶卡也没有做出改动 但只靠这两点来撑起来的话 可能就不太行了 他提升码量好 我们杀杀拉满 普攻稍微反向骗一下 提升出来了 往上面走 点一手密卷 还有一个技能 稍微演一下 好出来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手里没有任何东西 忘了他手里还有一个密卷 那这样提升一个技能 过去那些手的没有命中 其实我这个技能交的一点着急了 因为我感觉我这个技能稍微碰一下就可以 但越是这个时候越容易大意 没关系 不让拿到 我们把最后通力也交掉 他开局直接防反 我以为他会位移 但没想到直接原地放了个技能 虽然不要拿到 但他两个技能全交 估计要稍微等一下提升 但我们技能交完以后 也需要注意一下 继续普攻反向骗一手 提升出来了 那我们准备启动叶卡了 我们准备了 谢谢观看